我是联想王 让你的想象 飞起来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Barclay 欢迎来到 Upanasonic松下电器 独家冠名 在主播出的江西卫视 公益意志类节目 我是联想王 咱们想象一下 人类如果没有想象力 这个世界该多么的无聊 如果瓦特没有想象力 他就发明不了蒸汽机 如果莱特兄弟没有想象力 他就发明不了飞机 如果松下先生 没有想象力的话 我的天哪 我们就享受不到 这么多的高科技产品 所以在这个舞台 就是需要你的脑洞大开 每期节目 我们将会对六位选手 进行记忆提取 逻辑推理 空间结构 再造想象的挑战 如果您也是这样的人 赶紧来加入我们吧 每期我们将会有丰厚的奖品 送给各位 今天我们要送出的就是 Panasonic松下提供的洗衣机 当然了我们也欢迎 您和我们一起来摇一摇 购买一元福袋 一块做工艺 我们在年末将会联合江西省 红十字会 为江西省巡屋县 吉坦镇的孩子 建立江西省广播地视台 博爱幼儿园 我们的比赛分为三轮 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第一轮的比赛规则 我是联想王第一轮赛制 本轮六位选手分成三组 进行两两PK 每组抢达五题 每题考验不同的联想能力 选手答错急遭惩罚 积分高者晋级第二轮 有请第一组选手 他们是富裕大师孔德力 和独行为少女刘诗言 欢迎两位 来 做个做个介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富裕师孔德力 来自浙江宁波 我对富裕很感兴趣 孔德力做的是什么工作 她的医院是一个医生 哪个科的 妇产科的 妇产科医生 其实是一个妇产科医院的医生 在化验室里面工作 一个医生会富裕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 其实呢你要知道 我的职业虽然是一名医生 同时还是一名出色的富裕师 我家里面有这样 像这个小鸟一样的 道具有100多个 对 在一与一的时间呢 我会用他们去表演 去模仿她的声音 在不同的舞台 去联想他们不同的角色 所以说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想证明自己是 最最出色的那位联想王 大家好 我是刘思妍 是一个脑洞大开的双鱼座 那今天在我是联想王的舞台 我就是逻辑思维超棒的 美少女 欢迎刘思妍 美少女 你的title叫独行女侠 我希望什么时候 你能够成为行走的使者 两个人一起走 好吧 好 带着你一起 我已经结婚了 孔德莉 你结婚了吗 哎呀 她已经结婚了 不能乱说 刚才你们聊得很开心 但接下来的答题 我们要进入到紧张时刻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我们答题马上开始 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 一道十分的题目 考察的是你们的 组合联想能力 请看题 这是一张照片 请根据图片联想两位明星 这两位明星 都演过同一个角色 刘诗言 你已经按下抢答器了 黄晓鸣和周润发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 恭喜你 回答正确 来 咱们来看看 黄晓鸣 周润发 哎呀 我这是灵性不认识 我这是哪女啊 接下来我们是一道 二十分的题目 孔德莉 你要抓紧了 这道题 我们要考察的是你们的 推理联想能力 请看题目 请根据图片的提示 联想一位明星 来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提示 哦 有点乱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提示 两位现在都有点懵 哦 孔德莉你手慢一步 刘诗言 抢到了先机 但是你的答案是什么 余谦老师 让我们来看看 结果如何 好 不是余谦老师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提示 哦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相声演员 那你够大家呀 我一唱歌大家都知道 一起来 啊 无换 你的死换多一换 啊 无换 你的六花少一换 这次你要再唱不说答案的话 我就要把你轰出去 告诉他 哎呦 他就是我的狠师 小月月 月云鹏 月云鹏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 恭喜你 回答正确 获得20分 哎呀 咱们来看看最后一个图片吧 因为我觉得不看特别浪费 哈哈哈 为什么这道题的答案是月云鹏呢 图一呢 五环之歌是月云鹏的代表作 图二 月云鹏的师傅是郭德纲 图三 月云鹏表情包 图四 就是网上流传的迷你版的小月月 接下来这道题呢 有点难 它是一道三十分的题目 它要考察的是你们的观察联想能力 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得非常仔细 来 请看题目 两位 请根据图片进行联想 这是一个放大了五百倍的东西 请你们能猜一猜它是什么吗 应该看不出来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把难度降低 来 看下一个提示 放大两百倍 我可以提示一下 这是一种水果 哦 孔德利 我们是用两个人的思想来分析一下好不好 首先是一种水果 又是红色的 而且我是一个检验医生 我经常会从高倍显微镜下面去观察 很多很多有趣的生物 包括微生物 顺便才见到最多的就是西柚跟西瓜 对 顺便要见到最多的就是西柚跟西瓜 所以你最后的答案是 我的小脑告诉他 夏天来了 我觉得应该是西瓜 西瓜 西瓜 对 确定吗 确定 一般说这样话的人 都会死得很惨 恭喜你 回答正确 30分送给你 现在是50分了 这都是我们的导演用高倍放大景拍出来的 我们来看看100倍的样子 哎 差不多能看出西瓜的样子了吧 再看看放大50倍的样子 西瓜份 所以他的最后的答案就是 西瓜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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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妍 你的压力非常大 你只有10分 接下来的第四题 我们的分值是40分 记住刘世妍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好吗 加油 请看题目 是一个孩子的脸 请根据孩子们的描述 进行联想 他们说的到底是什么 来 请播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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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 啊 出了 山下飞过去了 好快好快 他比飞机还快 如果被甩出去了 就好快 停 刘世妍按下了抢答 他听到如果被甩出去 就到外星去了 听出什么了 听了吧 过山车 过山车 对就是 飞翼般的感觉嘛 你很喜欢这种感觉吗 就是每次玩的时候特别开心 然后到飞班的感觉的时候 就哭点喊妈了 妈妈 刘世妍我要提醒你 如果这道题你答错的话 你会马上离开舞台 自由女神会眷顾我 好 刘世妍的答案是 顾山车 这道题的分值是40分 如果她答对的话 她就会和孔德丽打评分数 她的结果会怎么样 让我们来看一下 恭喜你回答正确40分送给你 哇 这个太棒了 孩子们拍得特别可爱 我们把他们描述的听完 来 继续来看 其实我一点都想吃 掉下来就完蛋了 就等不到妈妈了 太可爱了 不管怎么样 恭喜你 刘世妍 现在你们打平了 接下来 我们要进行你们之间的 最后一道题的对决 谁抢到这道题 并且答对的话 就可以秒杀对手 因为这是一道50分的题目 这道50分的题目 要考察的是你们的 空间知觉 联想能力 请看题 请猜出手势模仿的是哪种动物 啊 刘诗妍 我耍一个小心机 我看到了 嗯 不要揭穿我了 你先说我们再揭穿你 小鸟 小鸟 对 刚才刘诗妍做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动作是什么呢 因为刚好我们的现场 有一个顶光顶在旋径的 选手上 所以刚才她比划了一下 但是她比划的不一定对 她究竟会不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请看结果 恭喜你 回答正确 秒杀孔德利获得50分 最后你的成绩是100分 来 我们还是看看最后的答案吧 确实是一只鸟 孔德利哥哥 带着一只鸟 输在一个鸟蹄上 有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 我 我丢人了 我 丢人了 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孔德利吧 再见 好的 恭喜你刘诗妍 你不但可以进行到我们的第二轮 同时你还有一个超级福利 你有没有看到身后我们有六个礼盒 每一个礼盒里面都会有一个幸运的奖品 有些有可能是松下赞助的礼物 有些有可能是一元红包 来 看看你的运气吧 选几号呀 几号 6 6 但我想选1耶 我们来看看里面是什么 礼盒开启 恭喜你 恭喜你获得了由松下电器提供的 新静乐系列波轮洗衣机 咱们的观众呢 你也别选择这台洗衣机 也有可能送给你 现在拿起手机 参与我们的微信摇摇 就有机会获得这台洗衣机 好 再次恭喜你 刘诗妍 请登上我们的洗衣机宝座吧 有请第二组选手 她是来自乌克兰的冰雪女王乔丽亚 而另一位是热情的刚果王子南唐 先到我们的民族 欢迎两位 来做一个作举 побед吧 谢谢谢谢 A vector 其实我也会说中文的 我的中文名字是南唐 然后我来自钢果金 谢谢大家 欢迎南唐 刚才你那一串 我特别想说 我咋要浓煞了 你说的是什么 其实我会说五种语言 我前面那个是串了四种语言 南唐你真的是一个语言天才 你会中国的方言吗 我会江西的 他讲的标准吗 讲的标准请竖大拇指 好像你讲的还可以 谢谢谢谢 欢迎我们的语言天才 南唐 谢谢 欢迎欢迎欢迎 很棒很棒 乔丽亚是乌克兰人 哈喽大家好 我叫乔丽亚 我是歌手模特演员 老师翻译 都是我的表情 哇 哇你刚说的什么 歌手演员 老师 他什么模式 哇这太厉害了 到底谁会坐上晋级宝座 两位 接下来你们要接受的是非常残酷的拷问 很多题目很有中国特色 祝二位好运 第一道 是一个十分的题目 请看图 请根据图片联想两位明星 男堂是有点懵 我刚想说提示你就按了 我觉得那个叫环珠格格里边的那个赵薇和林心如 赵薇和林心如 好她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 哇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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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正确 来我们先来看看正确的答案 赵薇 林心如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表情 这是尔康的表情对吧 不是这个表情好不好 但不管怎么样 你赢得了十分 恭喜你 谢谢 乔丽亚你要加油了 来20分的题目 请看题 请根据图片进行联想 这是我们的导演组用高倍电子放大镜拍摄的一个物品 这是一种水果 这种水果富含丰富的甲元素和蛋白质 来看下一个提示 在东南亚一带 这种水果有缓解发烧的症状 还有防止各种皮肤感染的功效 还猜不出来的话 我们再看一次提示 哦 南唐抢答 我猜是 英文是mangustan 哎 山竹 英文是对的 山竹果 山竹果 他的答案是否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 恭喜你 耶 回家正确 20分 加到你的头上了 我们继续看吧 山竹如果再放大50倍的样子 哦 就看出来了 就是山竹的原貌呢 对 山竹 它是已经打开了的放 放大500倍200倍 这种水果也确实很难猜 管家的问题我没有吃过啊 你们乌克兰没有山竹啊 没有啊 我国家有 我是在中国见过 但是没有吃过 哦 这是热带水果 哎呀 这个人家占天然优势 下道题 乔丽娜你有天然的优势 所以你一定要抓紧机会 30分的题 答对就能和他打平 我们要考察的是你们的 记忆联想能力 请看题目 两位 根据提示联想一个成语 哇 这道题考老外太难了 耶 什么 啊 什么鬼 他是神出鬼末 男堂你的语文是谁教的 那鬼的腿没有那么长吗 他的答案是否正确 显而易见 来喷他吧 哦 哇 男堂 如果是神出鬼末的话 那个鬼的腿会这么短 而不是这么长 知道吗 他这么长 就说明他的鬼上 应该还有个什么东西 这道题非常难 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提示 肯定不是神出鬼末了 鬼头鬼脑 怎么这么喜欢鬼啊 一个成语怎么能有两个鬼字 对啊 什么鬼啊 对啊 导演你们出了什么鬼题啊 对 什么鬼 你把我们老外子很难住啊 对啊 来 别急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提示 什么鬼 又是个鬼 四个鬼 鬼鬼鬼鬼鬼鬼 这个成语叫做痴魅王良 哦 痴魅王良 对了吗 如果我们有错的话 就是前面这个痴魅 是一个传说中是一个鬼 然后后面的那个王良 也是一个鬼的名字 就是也可以形容一些坏的人 痴魅王良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哇 恭喜你 回答正确 对 来我们看看这四个字怎么写 痴魅王良 你是学中文的对不对 对 我是学中文 你的中文达到什么水平 马马虎虎 莫非你是中文博士 现在学的是中国单代文学的 你是博士 哇 好 博士这道题答得很漂亮啊 接下来四十分的题目 我看看 嘿嘿嘿嘿 比较公平 来来一个成语吧 没有成语了 所以南唐 你的机会来了 接下来四十分的题目 我们要考验的是你们的 推理联想能力 请看题目 请根据孩子们的描述 进行联想 他们说的是什么 来 请播放 大大的眼睛 漂亮的是书底下来了 书底下走了 有一些人看到了很害怕 有一些人看到了很喜欢 妈妈说 如果我不听话 就派他们来挖 把我挖走 如果他们把我的作业本给拖住 要我就不愿意写作业呢 他们天天想要进攻地球 我要赶快长大保护地球 我们的视频都播放完了 两位还没有答案 来 全场一起倒计时 十 九 他们有大大的眼睛 有可能把地球人抓走 南躺 快 三 二 一 告诉我答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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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答案 个édicou 我说呈hn 正确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诶 蝙蝠没有眼睛 两位 你们都没有回答出这个问题 小丽亚 公平起见 你也要被喷一次 不公平 我没说错 来 我们看看他们说的到底是什么鬼 外星人 现在你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50分的题目 谁抢到并且回答正确 谁就可以和刘诗言一样 坐上我们的晋级宝座 50分 考验的是你们的 知觉联想能力 请听题目 请根据声音联想一种行为 来 把耳朵仔细听 请播放 Heather 和哥们在来 吃饭 准备 无人 根据声音联想 我们在那中间的面部 以及一个空间 来 去吗 洗衣机 就把衣服放里面了 这样转的 我以为我们这是 Penisonic松下电器冠名赞助的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是什么洗衣机 松下洗衣机 你的答案是松下洗衣机 对吗 确定吗 因为是他赞助的 所以必须是他 好 这个答案是不是松下洗衣机 我们来看看结果 难堂 难堂 这怎么能是松下洗衣机呢 我们松下洗衣机是超静音的 洗衣服是没有声音的 这个洗衣机声音这么大 一听就不是松下了 好 我们继续来听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 来 继续播放 好 乔丽娅抢答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像有一个人 可能是回到家了 然后他把门开了 然后门关了 然后叮叮叮去了一个地方 然后他因为饿了要做咖啡 然后那个咖啡机的那个声音 磨豆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 对不起 回答错误 你们两位都回答错误了 我们先来看看正确答案 把抽屉打开 这很多人都听出来了 哪个音 练习臂 都是数千的那个东西 演抄机 你听这个声音 听到了吧 打开 太遗憾了 这事说到他了 他也不会把钱给我 所以无所谓 但现在难了 五道题都打完 你们还是三十分 我们不得不进入家事环节 来家事题目 谁赢 谁就可以晋级到第二轮 请看题目 请根据四部图片 或者我们的提示 联想一种物品 请看第一个提示 宇航员 宇航员 猜不出来 来 看下一个提示 好 没人抢答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提示 南唐抢答 尿不湿 尿不湿 确定吗 因为我看那个宇航员 因为他们会上到月亮去 然后月亮没有厕所 所以月亮没有厕所 所以给他们设计的那些衣服 他们就可以边走边方便 所以你的答案是尿不湿 对 我觉得是 南唐的这个答案很关键 如果你答对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晋级到第二轮 来 我们来看看南唐的结果 是否正确 恭喜你 回答正确 太棒了 确实是尿不湿 来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张图片 应该是宝宝穿的 啊 宝宝穿的 确实尿不湿刚刚发明出来 是给宇航员穿的 并不是说月球没有厕所 而是说月球零重力 水分他们都会涂上来 而我们的第二张图片 就是尿不湿当中的主要成分 它是一个吸水的一个精体 乔丽亚 对不起 中文博士输在了尿不湿上 谢谢你 乔丽亚 有声语我们再叫你来 再见 南唐 刚才你出场的方式很特别 现在你涉险过关 我们要不要把你开场的舞蹈 再跳一遍 这样 恭喜你 南唐 好 来 身后我们还有五个礼盒 任选其中的一个 有可能是医院礼包 也有可能是Penisonic终极大奖 来 选一个吧 好的 请走到你选择的礼盒前 把你的右手放在上面 好 南唐最后选择的是二号礼盒 二号礼盒里面的内容会是什么呢 礼盒开启 一朵玫瑰花 来 让我们欢迎第三组选手 他们一位是探索世界的民生探 刘洋明 另一位是芭蕾世界的主宰者 韩慧儿 欢迎两位 来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刘洋明 他们也叫我游戏界的名侦探柯南 听说你的智商非常高 比爱因斯坦低一点吧 爱因斯坦有多高 智商 160 你的智商是 148 韩慧儿 请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菲儿 身为一名舞者 我喜欢把所有的音乐 连接成最美的舞蹈 今天站到这里 向大家为我加油 摸摸的 你的身高有多高 177公分 177公分 来 你下来我看看 你穿上高跟鞋 哎呀 上去吧 上去吧 好高啊 听说现在比较流行 必动 就是我可以必动你 那你来吧 准备好了吗 你要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给我直接 台份快点 快上你的舞台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首先是一道10分的题目 比较简单 请看题目 我们的题目是 请根据图片联想两位明星 这两位明星都演过同一个角色 韩菲尔抢答 陈乔恩和林青霞 陈乔恩和林青霞 这个答案正确的吗 恭喜你回答正确 十分题送给你 来 我看看正确答案 好 林青霞和陈乔恩 他们都演过什么角色 东方不败 东方不败 刘阳明这个题你没答上来 其实不应该啊 我没见过林青霞 你说什么 我只看过他装后的 这个样子我没有看过 好 不管怎么样 这十分送给韩菲尔 恭喜你 回答正确 好 下面是一道20分值的题目 请看题目 请根据图片提示 联想一个网络热词 记住是网络热词 来 请看第一个提示 刘阳明 好像可以有两次机会的 加起来会有两次机会 踩马甲线 马甲线 好像这一声格外的吵 你们俩现在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看看谁能够抓住 我们看下一个提示 脚蛮腰 知道答案就可以抢答 好 来 再看下一个提示 韩菲尔抢答 A41 A41 对 我曾经上微博的时候 我也发过一个A41的图片 然后后来这个图片秒删了 你为什么删了呢 因为他评论说 A41不一定是瘦的人 横过来也一样 然后我很伤心 我就把他给删掉了 你说你在网上发过一个A41 对 你可以反手摸住棋吗 可以 你试试 那我摸一下麦 哦 哦 杨阳明 你可以吗 哎呀 杨阳明 姚匠 A41 会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吗 我们来看下 恭喜你回答正确 20分加到你的网上 现在你的分数是30比0 来 我们看看第四张图片 它放的是什么 你的水桶 A41 咱们来看一下啊 你看 图一是袁杉杉在微博上 第一个晒出A41的照片 图二是广州的小蛮腰 图三是A4纸 图四呢 A41又被调侃为水桶腰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A41 清华财子啊 清华财子 现在你才是0分呢 做何感想 哥哥 你别让我了 还有三道题 还有三道题 接下来一道题是30分 如果这道题你还没有答对 你就非超 我还有两道题危险 三十分的题目 我们要考察的是你们的文字联想能力 请看题 请根据提示 联想一个汉字 提示1 这个汉字表示 一般人都不想这样 又是韩飞儿 韩飞儿 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 9 好 如果韩飞儿这道题答对 他的分数就是60分 那我们的刘洋敏就会非常危险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 我们来看 恭喜你 下次回答正确 我们来看 口八口是怎么样组成卷的 你告诉我你148的智商是怎么测出来的 可能是微信测出来的吧 不转不是中国人测测你的智商有多少 你测出来148是吧 刘洋敏的智商 这个是经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确实148 但是他现在是0比60输给我们的韩飞儿 韩飞儿的智商目测已经超过了150 接下来是一道40分的题目 如果刘洋敏 你想要坐到我们最后一个宝座上 接下来两道题 你必须要全部抢中并且答对 加油 请看题 来 请根据他们的语言描述 你们来联想他们在说什么 请播放 我天天看到 有好多好吃的 吃也吃不完 穿新衣服 帮小公主 好多小朋友都可以帮我家玩 刘洋敏抢达成功 你的答案是 过生日 过生日 对 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叫了一堆小伙伴 到我们家来 难道不是过年吗 过年应该没有那么多小朋友到家里来玩吧 所以你最后的答案是 过生日 这道题如果他答对 他有机会和韩飞儿来对答最后一道题 请看结果 请看结果 恭喜你 恭喜你回答正确 40分 终于拿到开张了兄弟 来咱们来听起小朋友最后说的是什么 好多奇奇乖乖的大能 你算没做醒我的你 好烦 妈妈说了我过来这一天就是大人了 大人们就可以买超级无敌的蛋糕 他可以穿好多的礼物 谢谢大家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过生日 最后一道题 最后一道题 你们谁答对 谁就可以做到我们最后一个宝座上 加油 最后一道题 50分 要考验的是你们的空间联想能力 来 请看题目 我们的题目是 请根据连接点进行联想 基本上这个提示一 我们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再来看提示二 哦 刘洋明抢答 这个应该是一个蜡笔小心 怎么看出来的 那个脸型差不多出来 而且那下边两只脚很明显 这道题是50分 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恭喜你回答正确 哇 连赢两把50分拿到 最后你的总分是90分 来 我们先把这道题看完吧 到底是怎么样的蜡笔小心 提示三 提示四 非常明显 来 我们看看最后 是根据哪个形象来连接的点 蜡笔小心 掌声送给韩菲儿 谢谢你的到来 谢谢 再见 来 恭喜我们的刘洋明 晋级到下一轮 你的智商在最后一轮 显示出了绝对的优势 身后我们还有几个礼盒 来 选择其中的一个 送给自己也送给观众 我选这个16号吧 礼盒开启 恭喜你188元的红包 好的 我们的刘洋明 不再能够获得这个红包 看一位观众赢得了这个主意 刘洋明 最后一把晋级宝座 属于你 请坐 欢迎来到 由Penisonic松下电器 独家冠名战主播出的 江西卫视 我是联想王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 第二轮比拼 我们要考验的是 三位选手的再造联想能力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第二轮的比赛规则 我是联想王第二轮赛制 本轮考验的是 选手的再造联想能力 三位晋级选手 根据明星的表情 和肢体语言 进行联想静开 采用轮答方式 每人60秒 答对下架答 答错 则继续答 第一位时间耗玩者 急遭惩罚 淘汰出局 这一轮呢 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位 明星嘉宾前来助阵 让我们有请 明星嘉宾 龚中 大家好 欢迎龚中 你好 龚中应该算是欢迎回家 是滴滴到了南昌人 可能应该是我欢迎你吧 这南昌人对自己家乡的美食 很有自信 而且南昌人特别好客 当然不光是南昌人 是我们江西人都很好客 南昌菜就是最有名的小吃 这应该是网罐汤 哦 然后还有炒粉 烧烤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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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馋了 你爸我也说饿了 那咱们去别录了 我们都知道了 龚老师是刚拍完这个《米月传》 哎 我们就特别好奇 你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有没有给米月也推荐南昌小吃呢 米月还用得着我来推荐南昌小吃吗 他有我们的老乡 哦 他是南昌媳妇 对啊 他是邓超的老婆嘛 刘涛是南昌人 我是南昌人 然后呢 所以《米月传》里面的元素 南昌元素比较多 那你们在片场会说南昌话吗 我听得懂 你说 真的吗 我给你翻译 你能学到什么瓦西利亚 什么 什么瓦西利亚 瓦西利就是说什么的意思 哦 哎呦 这太难了 太难了 对对对 今天你在这个舞台上 你虎我可以 但是你不能虎三位选手 当然 因为你的表现其实决定了 他们谁能够获得最后的大奖 我刚刚听台下的编导他们跟我说了 一般来说哈 你来比较我来猜 或我来比较你来猜 应该可以说出来 是的 用一些词语去帮助对方联想 嗯 那这次我要做的是 不能够说话 不能够 不能够发出恩恩啊啊的声音 想生词 这样就很困难 或者是吃了烧烤之后 这种声音 你真的是饿了 是吗 来 我们的三位选手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装饰 穿在身上 让我们有请进入到第二轮的三位选手 三位穿上的都是我们特制的服装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个计时器 一分钟倒计时的炸弹衣 也就是说一会儿你们的时间一到 你们身上的衣服就会碰的一下 轻刻爆炸 智商担当刘阳明 你来预测一下谁会笑到最后 谁的炸弹衣不会爆炸 冷静了一下觉得应该 我的应该还是不会爆 哦 这么有自信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继续开始 两个字 游泳 漂亮 三个字 打太极 打太极 两个字 鸡剑 对 放远镜 全水镜 全身体 准备 眼睛蛇 正确 正确 在干嘛 三个字 电话 手机 打电话 正确 两个字 哦 在干嘛呢 滑布 滑雪 滑滑冰 正确 三个字 嗯 正确 来南唐 太棒了 两个字 拽牙 漂亮 对 打车 正确 两个字 嗯 李小龙 漂亮 对 两个字 好 我看你 这两个字 好 是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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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准备 准备 有点难 四个字 见到 错 功夫 错 四个字 文积起舞 漂亮 正确 还有十三秒你要小心了 来 留心 人工呼吸 正确 太聪明了 五 四 三 二 一 非常遗憾 可能这个题目对你来说 有一点点难度 你转过去看看这四个字吧 哎呀 今天你都输在成语上 但我觉得你能够走到这一轮 已经算很不错了 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南唐 谢谢 谢谢南唐 再见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都可以晋级到第三轮 你们的比赛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因为谁笑到了最后 在第三轮会有两个非常大的特权 你还有十三秒 来 梁耀鸣 加油 来 计时 开始 两个字 跳绳 过 越行金刚 正确 来 最后十几秒 两个字 最后五秒 四 三 二 一 恭喜我们的刘诗妍挺到了最后 你的成绩还有最后的十八秒 太厉害了 怎么样碾压高智商的清华男的感觉如何 刘诗妍 主要是由男神驻厂 所以我就特别的有气焰 首先要恭喜你们都同时进入第三轮 但是刘诗妍你在第三轮有两个非常好的权力 一会儿告诉你 来 休息一下 一会儿见 那今天呢 其实你也要把一项福利带给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身后还有三个礼品盒 那请您任选其中的一个 我们将会以摇一摇的方式 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来 好 孔真会不会抽到大奖呢 大家希望 三号 这个 是吗 五号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五号吧 五号 好 孔真最后的选择是五号 来看看奖品是什么 礼服开启 恭喜一台 Tenisonic洗衣机一台 这台洗衣机 今天我们将会以摇一摇的方式 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再次感谢孔真来到 我是联想王 谢谢 再见 欢迎来到 我先给出16个线索 其中五个只向同一个答案 其他11个线索 都是与答案无关的干扰项 两位选手轮番逐个排除干扰项 一旦排除错误 即宣告失败 并接受终极炸弹的惩罚 另一人 则成为本期联想王 来 让我们有请第三轮的两位选手 和终极炸弹增场 恭喜两位进入到我们的第三环节 我们三个站在一起 就能联想到一个汉字 呼 就是这样 第三轮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终极炸弹 我们这个炸弹的设置 比我们过往的两轮都要厉害 因为一旦它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 两位戴上了护目镜 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这个炸弹上一共有 一 二 三 四 一直到十六根线 它分别对应的是十六个线索 但请记住 这十六个线索当中 只有五个线索 说的是一件事 其他都是干扰答案 所以你们要剪掉 你们认为的错误的答案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进入到我们的终极对决 好 由于刚才我们的刘诗妍 在第二轮当中笑到了最后 所以在这一轮当中 你有两个特权 一 你有优先剪的特权 二 遇到你非常不确定答案的时候 你可以向我们的现场观众求助 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第一根线应该是最好剪的 所以这是你的一个特权 当我获得先剪权和观众权的时候 我内心一半是开心 一半是不开心 因为万一我剪第一刀 就把自己剪死了 咋办呀 我选一下我的星云色吧 我星云色是绿色 我星云数字是四号 赵敏跟这十五个词没有任何关联 所以我就果断地决定选这个了 刘诗妍的第一剪 赵敏会是雷吗 他又和哪条线索有关呢 恭喜你 四号线一轮 虽然你用的是一个毫无逻辑的办法 但第一关涉嫌过关 来 请到等待区 刘阳明盖你了 你也要用幸运色的排除法吗 作为一个智商148的男人 我好像没有头绪 前面还是很容易的 越到后面越难 有些答案一看 就不太靠谱 你可以先把它剪掉 我选择剪第十五根 一开始我是完全没有头绪的 但是我听到刘诗言之前剪断了赵明 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演员就是贾静文 在微博上看过他的女孩叫父母 所以我果断地剪断了这根线 第十五根线 好 刘阳明剪断的是第十五号线 对应的线索是步步 他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吗 我们来看最后的结果 灯亮 炸弹没有爆炸 恭喜你 过关 第三点选 一号武则天 一号武则天 对 选择武则天的原因是因为 我看到题面上已经有四个指向 是指向了范冰冰 还是你的幸运色绿色 对 这一次这根绿色的线能够带给他幸运吗 我们来看结果 恭喜你 炸弹还没有爆 来 请到等待区 刘阳明 我觉得剪完了一号武则天之后 应该可以排除掉很多选项了 我选择二号 上一轮 施言他已经剪掉了武则天 所以我觉得 所有指向范冰冰的线 应该都是错误了 炸弹还在 刘施言 他敢剪李晨 我就敢剪我们 因为李晨范冰曾经不是高调在微博上 我受恩爱吗 配了一张图 因为 好 过关 8号 还珠格格 还珠格格这个选项 明显是会指向范冰冰 所以我最后把 和范冰冰相关的最后一个选项也去掉了 安全 对 恭喜你 其实刚才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配合 他们刚才分别剪断了李晨 我们 还珠格格和武则天 我们就会发现 这四组词对应的都是范冰冰 也就是说如果再有一个词 描述的是范冰冰 那这个就是正确答案 但是这16个词语当中 没有其他的词汇说的是范冰冰 所以他们把这个最难的干扰项已经排除了 好 继续 因为已经把就是大家最质疑的东西排除掉了 我就陷入了一个牛角像了 所以我现在要求助一下观众朋友 来求助观众 对 我们现场的观众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 把您认为的安全词汇发送给我们 然后我们会选出前三位的给刘诗言进行参考 我们的观众数据已经出来了 排名前三位 他们认为相对安全的词是 霍建华 高圆圆 还有邓超 他们选了三个明星出来 这到底对你是干扰还是帮助 刘诗言靠你自己 其实我心里面有两个答案 但是我非常不确定 我相信观众呢 我选择六号霍建华 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吗 恭喜你 选择正确 谢谢大家 好 现在我们还剩下 1918年 高圆圆 文艺兵 邓超 甜蜜蜜 奥运Top计划 娘娘 跨国公司 我是联想王 我觉得有几个选项是肯定不能剪的 然后除掉那几个选项以外 我都想剪 选择 1918年吧 我可以提示你一下 我们现在的九个选项当中 有四个选项说的是一件事 有五个选项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你们要找出那五个选项当中 说的事 三 二 选择减 一 请选择 七号 文艺兵 七号对应的是文艺兵 我突然恍然大悟 主持人突然提示了一下 我之前认为可能是对的答案 其实都是错的 而是另外五个我都想剪掉的 他们很可能指向的是同一个答案 所以我改变了我的想法 刘阳明的选择 会是正确的吗 我们现场的观众 所有人都捂上了耳朵 他们好像都不看好你的决定 来 让我们静待结果 哇 所有的观众都以为要炸了 所有的观众的表情都是这样的 没想到他还捡对了 喂 有意思了 来吧姑娘 三 二 一 刘阳明选择了文艺兵 我脑袋当时崩了一下就是 那肯定是孙丽 我选娘娘 炸弹还在 刘阳明 我选择9号 因为没有什么别的答案了 9号 邓超 安全 刘世言 你已经体现出了 你在第二轮完美表现中的一个巨大的优势 如果你把最后一根错误的线剪断 那么你就等于把你的对手刘阳明 逼入绝路 但是 最后一根线 你的选择会是正确的吗 我们现在还剩下1918年高圆圆 甜蜜蜜 奥运 你现在剪下10号有两个结果 一 灯亮 那么刘阳明肯定死 如果10号你剪下去炸弹爆炸 我觉得你就太可惜了 因为你把一个最好的机会 就这么白白地溜走 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 剪的到底是不是10号甜蜜蜜 因为这是我最后一个选项 我真的突然一下子陷入了无限的纠结 既纠结自己到底选择对不对 但是又十分肯定自己的第一印象 觉得甜蜜蜜是对的 无限的 否定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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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剪10号吧 确定吗 确定 刘逝言 你确定要剪10号吗 我确定了 我就剪了他 他们的反应我好 刘逝言怀着非常焦虑的心情 我们剪断了10号线 10号线 会是一条安全线 还是一条引爆线 我们来看结果 10号线 会是一条安全线 还是一条引爆线 还是一条引爆线 我们来看结果 灯亮 恭喜你刘逝言 哇 太精彩了 其实刚才你们又是打了一个配合战 你们刚才剪断的四个线索分别指向的都是孙力 比如说文艺冰 他当过 邓超他老公 甜蜜蜜 是孙力主演的电视剧 还有娘娘 他在《甄嬛传》之后 就被称为娘娘 来 到等待去等待 刘洋明 按照规则 你必须要剪断下一根线 但是我们都知道下一根线剪断之后 这个炸弹会爆炸 你转过来看看这五条线索吧 1918年高原院奥运Top计划跨国公司 我是联想王 你现在想明白他说的是哪个答案 说的是不是松下公司 你剪完之后 我告诉你他说的是谁 来 剪一条线吧 尽管我们都知道任何一条线都会爆炸 但是我们很想知道 智商148的男人在炸弹面前是怎么样 而且我们这个炸弹是如何爆炸 你们想看吗 想 来吧 刘洋明 我们躲得远一点 好吧 剪离手边最近的这一根线好了 来 结果给他炸弹会如何引爆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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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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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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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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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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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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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 2 2